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軟體呢 其實它也是有一點點免費的限制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你是免費的 它就只能錄AVI、WMB、ASF 但是我通檔會見你就用AVI就好了 反正你重點在什麼 這個壓縮的編碼的方法 那你說那個MP4有沒有差? 其實沒有差 因為也是用這個編碼 只是格式不同而已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用AVI檔案事實上還是很小 第二個就是說你免費版不能用浮水印 比如說你上面要帶個那個 像我們握的那個浮水印 相當的功能 還有不能用排程 不能預約錄 不能預約錄 就這樣而已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對大家來說 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一個限制 應該是還好 所以大致上 您用過這樣之後 您就可以試看看跟我一樣 找一段您的操作 你把它錄下來 那實際來看看 到底錄下來之後 那個檔案多大 可以測試一下 好不好 來 還給老師囉 那如果像我剛剛講的 您現在那個 還在下來中 或者 已經卡住了 他告訴說 網路連線有問題 沒關係 您就先用剛剛那個Face Capture 雖然檔案比較大 但是錄下來品質是一樣的 錄下來品質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 老師可以先試看看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如果網路速度太慢 可能老師要等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那就是這個